花莲县警察局刑警大队 在日前接连破获两起诈骗案件后 又循现在捷案厢破获一处诈骗机房 查获四名犯嫌 经查扣犯罪用的电脑手机后发现 机房是透过网络取得大陆民众的个资 转受牟利 从110年3月开始至今 至少贩卖30万到50万笔以上 大陆民众个资 虽然以涉嫌诈欺组织犯罪 防治条例及个资法等罪嫌 已请花莲地方检察署扩大侦办 警方透过根肩埋伏 搜证及调阅各项资料分析 锁定诈骗机房的窃缺位置后 眼见时机成熟 7月8号动员了33名警力 持手锁票查器 并出动刑事警察局及霹雳小组警力进行攻坚 一举逮捕真姓祖嫌及成员共计试人道案 并查扣相关犯罪用电脑两组 笔电三台手机六支 及现金新台币23万9千元等证物 本局在今年上半年连续破获了两处的 炸漆机房 再继续侦查 巡线获资 另外有炸漆集团在本辖设典犯案 本局刑警大队跟刑事局 真是大队第二队共组专案小组 报警花莲地检署 指挥持续侦办 初步调查该集团在今年的三月迄今 共计贩卖了30到50万笔的大陆地区民众的各支 给其他的集团牟利 全案以涉嫌诈欺 组织犯罪 各支法等罪嫌 决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其中三名犯嫌 招法院裁定积压 花莲县警察局也表示 虽然目前正处于防疫期间 但花莲检警维护社会治安的脚步 却没有停歇 而目前新修正的组织犯罪防治条例 已经将诈骗集团犯罪纳入其中 不仅刑则众 而且犯罪者还会被处理强制劳动工作等保安处分 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从事犯罪活动 以免误助罚网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 花莲市报导